冷熱一起去 小心發燙又窄 沒有 我是吃冰吃完之後 我會去教一碗熱的湯來喝 因為我們會喜歡 甜鹹甜鹹吃 那有個問題就很大 就是說 基本上如果你冷熱吃 冷熱吃 其實這樣的味道轉換 當然會吃過多之外 你嘴巴的溫度是喪失之絕的 所以當你喝熱湯的時候 你不知道它有多燙 其實跟那時到來的風險 其實是有相關的 今天晚間八點 請你跟我這樣過 東山超市三山頻道 還得到 吃 好 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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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